哈囉大家 就在昨天呢 蘋果推出了全新M晶片的三個新品 分別是MacBook Pro iPad Pro 還有Vision Pro 這次呢其實主要都是在於換晶片 然後一些硬體的升級 在外觀的部分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變動的 所以接下來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三樣新品有哪些更新吧 好 索性第一個呢 要來講的是MacBook Pro 這次更新的呢 是14吋的MacBook Pro基本款 那這個M晶片 它是採用第三代的3nm聚程 裡面配的是10核心的CPU 10核心的GPU 還有16核心的神經網路引擎 這個AI運算效能 會比上一代M4提升3.5倍 還有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記憶體的頻寬 從120GB提升到153GB 提升的大約是30%的能力喔 再來看到蠻重要的插孔的部分 這次配的是三個3.4 然後HDMI SD卡槽 然後充電的話是用MacBook Pro的充電孔 這次的續航力呢 是24個小時 看起來是沒有提升啦 在網路的部分配的是Wi-Fi 6E 還有藍牙5.3 前相機的部分 搭配的是1200萬像素的CenterStage相機 這個部分也是沒有升級 那在記憶體的部分呢 配的是16GB 然後儲存空間最低是512GB 那兩者都是可以擴充的 在記憶體的部分 最高可以擴充到32GB 儲存空間最高是4GB 下的部分台幣定價是52900元起 但是日期呢還沒有確定 就是台灣的部分還沒有確定啦 那這一台呢其實比較適合 就是你的Loading不是那麼重 你可能有稍微輕度的剪片啊 或者是修圖的用途 這台可能蠻適合的 那如果你想要更高階的 例如說大量的剪片 大量的修圖 大量的使用AI的話呢 可能就等到明年 明年年初呢可能會推出這個M5晶片的更高階 也就是M5 Pro還有M5 Max的晶片的搭配的這個MacBook Pro 所以這一台的定位大概就是 輕度剪片機加文書機 再來第二款新品呢就是iPad Pro 那iPad Pro呢它的外觀還有顏色 都跟之前一模一樣 也都是11吋啊還有13吋可以選擇 顏色的部分呢是太空黑 還有銀色兩個顏色可以選 那搭配了這個全新的M5晶片呢 不管你是要剪片啊或修圖 都會比以前快3.5倍 還有它的記憶體頻寬也有提升 就是每秒呢超過了150GB 比前一代提升了30% 就是如果你要讀寫超大的檔案啊 例如說修圖或者是剪片等等的 應該這個速度會很有感的提升 還有在儲存空間呢 它的讀寫速度最高提升了兩倍 也就是說接下來呢 可能在剪片啊修圖等等的畫畫之類的 這個卡頓的情況應該會減少發生 然後這次iPad Pro呢 它在快充的部分也有升級喔 就是你使用40W的充電器 在半個小時之內就可以充到50% 然後如果你是買行動網路版本的話 它的連線速度也會快 快最多50% 那如果是Wi-Fi版本的話也有升級 就是這次開始支援最新的Wi-Fi期 好那來講一下就是記憶體 還有售價的部分喔 儲存空間呢最低是256GB 最高是2TB 然後記憶體的部分是有區別 就是如果你是買256或者是512 這兩個比較低的儲存空間的話 它裡面是內建12GB的記憶體 那如果你買的是1TB或是2TB的話 它裡面是內建16GB的記憶體 那來講一下價格的部分喔 就是11吋的Wi-Fi版本呢 台灣售價是32,900元起 13吋的部分呢Wi-Fi版本是43,900元起 然後發售日期呢也還沒有確定 iPad總體看下來呢 基本上就是硬體更新啦 就是晶片啊 然後一些網路速度之類的更新 然後還有讀寫速度 就是如果你對效能蠻追求 然後你剛好要換iPad的話 就還蠻適合的 然後加上我們之前有做過那個 iPadOS 26的更新講解給大家看嘛 其實那一集的回復還蠻踴躍的 就是大家覺得這一次的更新其實是蠻有感的 因為它的多功能現在真的越來越像電腦了 如果大家還沒有看過那一集 iPadOS 26的講解的話 可以點擊右上角 再來講到昨天發表的第三個新品 也就是Vision Pro 那Vision Pro這次呢 一樣也都是硬體更新啦 就是裡面的晶片換掉 然後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地方更新 就是這次有一個雙層編織頭戴 那這個頭戴呢 它就會讓它更穩定 然後更舒適 這次呢有一個 我有點不解的地方 就是Vision Pro自己的機身性啊變重了 就是上一代Vision Pro是600克到650公克 然後這一代新的M5晶片的Vision Pro呢 它的重量是750到800公克 差了100多公克 因為我覺得之前我戴過 我就覺得已經有一點重了 然後這次又更重這樣子 那這些重量到底是有哪些升級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首先呢就是它的螢幕更新率 升級到了120Hz 它原本好像就已經有100多了吧 那更新量120Hz的改變呢 就是你在看它的時候比較少會模糊 或者是卡頓 因為Vision Pro它是蠻依賴圖像演算的 就是很多東西它都要即時的運算 那有些東西浮在空中呢 有時候可能會模糊 看不清楚之類的 這次的這個情況會減少 接下來下一個呢 就是它的電子續航力也有所提升 就是上一代的Vision Pro 是兩個小時的日常使用續航 這次呢提升到了2.5個小時 好像也沒有差很多 沒有接觸過Vision Pro的各位觀眾呢 稍微講解一下 就是Vision Pro是非常依賴它的那個 尿袋 就是它的那個行動電源 它基本上電力都是從那顆行動電源來的 所以你使用的時候就是一定要戴著那個東西 那其他的部分其實是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啦 我覺得Vision Pro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它裡面的 能用的東西不多 然後戴久眼睛可能蠻酸的 我自己覺得眼壓還蠻高的 我們這邊其實有一台 但是現在就已經沒有人在用 它比較像是一個玩具 就是一個很貴的玩具這樣子 但是蠻新奇 因為它是真的可以讓你直接進到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你第一次用的時候真的會 哇真的好酷喔 但是久了它就還是會在那邊省回省 因為它真的沒有辦法當成主力生產工具 它可以連MacBook Pro沒錯 但我覺得主要是 你沒辦法戴著它戴很久 那再來呢講到儲存空間還有定價的部分喔 它的儲存空間有256GB到1TB 三種儲存空間可以選擇 那台幣售價呢是119,900元起 真的是不便宜 它好像沒有變貴 對就是這次的升級沒有變貴 但它變中 那發售日期呢是還沒有定下來啦 好所以不知道呢 大家對於這三款產品的想法是怎樣 我覺得它就比較像是一個 周期性的更新 那基本上沒有什麼大改款 就是裡面的運算效能更強而已 就是如果你剛好有要換電腦啊 有要換iPad什麼就可以購入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可能會是iPad Pro 就是iPad Pro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沒有什麼更新 但是其實iPadOS 26 是蠻需要很大的算力的 就是因為它的那個多工的畫面 你會看得出來它可以疊很多視窗 例如說你影片匯出的時候 它可以背景運算 你就是可以跳出那個App 然後去做別的事情 就是這些功能就是慢慢加進來了 所以軟體的部分 我覺得iPad可能會蠻有感的 就是搭配它iPad的更新 但是硬體本身看起來好像就還好對不對 就是只有晶片的更新 但是我覺得主要就是配合它iPadOS 26啦 那在MacBook Pro或是Vision Pro的部分 我自己就是比較沒有感 就是好像沒有什麼新的東西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的新品講解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疑問 或者是你覺得這三款產品 你有沒有興趣之類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討論 那我們就到這邊 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再見囉